亲爱的小伙伴们,这里是小川电影,我是小麦,本期为你解读,炙热。 故事发生在印度西北部的农村,拉宁和闺蜜乔纳一起坐汽车去邻近的村庄,目的是为17岁的儿子递下一门亲事。 经过双方的讨价还价,拉宁以40万卢比的价格买下年仅15岁的少女小珍。 回到小镇后,几位长老正在判发一个逃出娘家的女人,因为她的行为大逆不道,丢进全村人的脸。 女人哭着向母亲诉苦,妈妈,请救救我,丈夫经常对我家暴,甚至连她的叔叔和公公都干过我。 表情错恶的母亲仍然服从长老团的旨意,示意她们将女儿拖上车,眼睁睁看着青骨肉,被送回人间地狱。 拉宁在15岁就因同婚习俗而嫁人,又因为丈夫早逝成了黑衣缠身的寡妇。 此后的17年中,她独自养育了儿子和卧病在床的婆婆。 儿子古拉布是个大男子主义的人渣,毫不掩饰自己的想法,老婆就是花钱买来的生殖机器。 她没有工作收入,却有着喜欢嫖娼的恶行。 街上是村里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男人,全村的女人靠她的手工地毯订单来赚取唯一的外快。 她的妻子是一位外国姑娘,经常去邻村教孩子们读书。 乔娜通过出色的手工活,得到了这份工作。 事实上,乔娜的生活更加糟糕,虽然她的个性活活可爱, 却因为没有生育能力,被酗酒的丈夫整天拳拿脚踢。 你就是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婊子。 这就是丈夫对她的口头禅。 虽然她有改变现状的自我意识,但缺乏勇气,只能忍受。 接着,影片出现了第三位女主角,拉尼和乔娜的闺蜜,碧琪。 她是大棚车歌舞团的顶梁柱,舞台上她靠着性感火辣的表演,成为男人眼中美艳的玩物。 表演结束之后,朴克又在她的帐篷前排队,依靠老板的撮合。 她直接以出卖肉体换钞票。 碧琪的自我意识觉醒得最早,她也是看似活得最坦荡的一个。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女性魅力,和闺蜜尽情分享性爱带来的欢愉。 拉尼和乔娜做出羞涩的样子,同时又表露出无限的渴望。 终于到了拉尼迎娶儿媳的大日子, 意味着她可以容灯婆婆的宝座从繁重的家务活中解脱出来。 然而新娘小詹想阻止婚事,竟然私自剪掉自己的长发。 加上婆婆意外安详离世,拉尼经不住嚎啕大哭。 除了对婆婆的哀悼,更是对她自己的悲悯, 她用抵押房子的钱换来这么一个倒霉的新娘, 更让儿子成为全村人的笑柄。 新婚之夜,古拉布用粗暴的行为履行了丈夫的责任, 让年幼的新娘腾得撕心裂肺, 而拉尼则任由儿子胡作非为。 小詹就和当年的拉尼一样, 除了以泪洗面就是默默忍受, 印度几千年以来的男权统治, 让女人几乎在出生的那一刻就注定是弱者。 三个女人天生敏感又感性, 她们同并相连,经常相互诉苦, 并且向她们抱怨社会的不公平, 女人的本性为什么要被压抑? 她还告诉乔娜, 没有孩子不一定是她的问题, 男人也有可能不遇。 拉尼大胆表露出对性的渴望, 享受手机在下顶振动时带来的快感, 并且便鼓励拉尼寻找新的男人, 凭什么要女人手把到死? 并且越说越激动, 无意中说出拉尼的儿子曾经上过她, 而且拉尼死去的丈夫也是自己的嫖客。 这让拉尼终于忍无可忍, 上前扇了比起一巴掌。 这段不愉快的争吵, 也成为电影最关键的转折点。 乔娜以为经常遭受家暴, 只能向闺蜜无声倾诉。 当拉尼在她受伤部位图谋药膏时, 两个女人却又禁不住自我欲望的迸发, 在这片干燥贫穷土地的背后, 毕竟有着强烈的生理需求, 但碍于妇导, 只能压抑自己的欲望。 为了实现成为一名母亲的心愿, 乔娜听从了比起的建议, 尝试了一次大胆的眼外交欢。 当那个男人温柔地在她双腿前下跪时, 乔娜甚至都哭了出来, 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可以被男人如此温柔地对待。 经过一番云语, 她终于真正感受到身为女人的滋味。 另外一边, 拉尼很快发现比起说的都是事实, 儿子不光拖欠家中钱财去嫖妓, 还欠下一屁股的负债, 回家后不知悔改对妻子一顿毒打, 这让拉尼回忆起自己当初遭受家暴的画面。 她上前阻止儿子的行为, 却被古拉布破口大骂, 你们两个婊子真是活该, 我现在就离家出走, 看你们怎么活下去。 古拉布任性地离家出走, 反而让拉尼的内心逐渐醒悟, 她开始明白儿子就是村中男人的缩影, 而这里的男性就等同腐朽的传统, 始终对女性的身体和思维牢牢的禁锢。 几日过后, 拉尼卖掉了房子还亲儿子所有债务后, 将大部分钱款赠予儿媳, 让她与深爱的男友私奔, 去追逐自己的幸福。 而比奇同样也是可悲的, 因为多次拒绝接客而得罪老板, 沦为歌舞团里的替补角色, 她想摆脱当下的生活, 却没有其他的谋生能力, 只能放弃骄傲和自尊, 与新来的舞女争宠, 强迫自己接受八百卢比的全套服务, 任由公狗般的男人, 在她身上肆意蹂躏。 几周过后, 当乔纳得知自己怀孕时, 兴奋地将结果告诉丈夫, 希望借此来改变糟糕的婚姻。 话音未落, 丈夫对她又是一遭毒打。 原来, 丈夫早就知道自己无法生育, 为了掩盖她的缺陷, 她把全部责任都怪罪在妻子身上。 此时, 乔纳终于学会了反抗, 用铁蛋盘来回应丈夫的拳脚。 拉尼及时赶到, 上前劝住男人的家暴, 在一番打斗中, 酒醉的男人被打倒在地上, 衣服上沾满了油灯的火苗。 乔纳下了狠心, 阻止拉尼去解决丈夫, 任由她被大火吞噬。 两人一起找到, 饱受嫖客摧残折磨的壁骑, 坐着她从歌舞团拖来的三轮机车, 离开这个油容魔库的家乡。 影片结尾, 三个女人兴高采烈前往目的地木买, 去迎接她们未知的新生活。 影片表达出, 对印度女性地位提升的美好期望, 相比土地贫瘠导致的资源紧缺, 这个国家的封建思想更为可怕。 她们表面上崇拜女性, 但在现实中, 却把女性折磨压迫数千年之久。 观看电影解说, 关注小城电影, 我是小麦, 我们下期再会了。 感谢观看